人类应该以自然为灯 尊重自然 顺应自然 保护自然 我们要像保护眼睛一样 保护自然和生态环境 我叫刘国年 今年43岁 从事木马工作已经有24年 今年来我们晒呆麻昌 的生态环境是越来越好 草长得非常茂盛 我们在防目过程中 经常看到不同品种的衍生动物 我们感到非常的欣慰 新发展里面 在你们这儿 就最好的 继续把它 向前推进 我们发展这个阶段 不能采西瓜皮 往下溜了 而是要引导了 绿水青山 可以成为 这些神经常 今天来 先后组织实施了 蒙蒙交叉蛋 伊肯草原治理 青山 黑黑流域 山水林田 火草沙丁 生态保护修复 重点生态工农需 转移支付 等项目 草原支配开度 达到85.36% 生态环境 达到有效修复改善 我叫汪青 今年36岁 我的工作守护好 这边是第四 当我们在这边 过来建筑的 等着骨骼住 甚至把我所幸 就住在这边当住的了 去这边当住的 也不去不有了 在许可的 我们装作无缘人家给 等下给钱多 等着去录制 等着去尿解 那我们在大地位 从那里里面有新的养育 我们在家里在家里里面有优先 所以我们在家里里面有很多产品 我们在家里里面有很多产品 我们在家里面有很多产品 我们在家里面有很多产品 感觉给人家送给你们 雅勒桑的家这个水系 难得的一块绿地 绿废 另一方面它的生态 还是很脆弱 所以我们保护和利用 以保护为主 雅尼国家实地公园 水量丰沛 生物多样性丰富 我们重点从实地公园 科普宣教 科研监测 建设管理等方面 加强了实地公园的保护与建设 并取得了厂主的发展 当地的群众通过销售农特产品 开办家庭旅馆等参与旅游服务业 极大拓宽的征收渠道 挣到了旅游前 吃上了生态饭 实现了实地保护 与群众生活改善双赢 实现了生态保护 与经济发展良性循环 习近平总书记很关心生态环境 也特别关心我们牧民的生产生活 他夸我们家的孩子很聪明 问我们以前的生活状态是怎么样的 现在有什么变化 以前我们的父辈们在自己的操场房屋 但是房屋的时间太长了 操场就会替化 牛羊已扑不了 而去我们身后的环境 已是很大的破坏 我成为了移民传官会员 每个月都有1200的官司 而且一定环境保护出了自己的力量 我也感到很骄傲 我确实感受到了 我们青海湖草长得更好了 周围的垃圾也变少了 一生动物变一千多了 湖水面积也变大了 大自然是人类赖以生存发展的基本条件 尊重自然 顺应自然 保护自然 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 现代国家的内在要求 必须牢固树立和践行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 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 谋划发展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